欢迎收看今天的所谓娱乐 我是瑶瑶 这两天喜欢郑爽的小伙伴们 替小爽打抱不平了 因为整个旋风孝子中 郑爽都没出现几分钟 反而剪出来的都是 退出娱乐圈啊 太瘦了啊 吵架啊 这些劲爆的话题 把他的性格短板也真的是展露无遗 不只是旋风 现在若步的真人秀 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小伙伴们不要被他们的名字所欺骗了呀 主要还是看剧本 雪风孝子即将迎来大解决 可这本意主打笑道的节目 却被郑爽不吃饭 郑爽妇女吵架 郑爽欲推出娱乐圈 心理不健康等磁力话题承包了 原先想干个成人版的爸爸去哪儿 结果活活播成了 拧巴闺女和无奈老爸 人家粉丝不干了 直至节目组 以神热级断章取业 身上把爽妹子逼成话题单单 走过现在乌泱乌泱的真人秀 几乎都走上了 故事不够好奇葬 热思话题都能有的路线 小耍心理是否健康先不说 这些节目可是患了通病 急需治疗了 客机病人一号当属选风孝子 好多质疑都有剪辑而来 最大的槽点就是 六子家庭的露脸市场很不俊悦 据其中一期节目统计 黄晓明共出场30分钟 曹可24分钟 芭威尔10分钟 郑爽8分钟 杜春4分钟 陈巧恩3分钟 其中郑爽和杜春的内容 还有重复的 杜春和池牛恩 似乎只存在预告片里 刷新了真人秀 常出嘉宾的最低出击率记录 郑爽粉丝更是抗议节目组 总是截取人家妇女俩吵架片段 需以放大郑爽性格的偏执部分 在搜索引擎 输入郑爽和薛夫教室 有关的新闻通稿数据 数量就是其他几位嘉宾的 十倍之多 节目宣传点也偏离笑道 专听个人 连郑爽吃肉了都能登上热骚 可怜小爽明明不会作戏的呀 与他同名相连的 还有花药姐姐第一季的送茜 在韩国发展时 明明是今天一夜 要爱照顾人的大姐姐 回国综艺守校 就成了公主病产生的坏脾气 负责节目里作的那部分 同次呢 还有我们相爱吧 第二季中的李倩 刚播两期就被黑初霞 对魏大勋的花样嫌弃 让他成了节目第一矫情女 可怜的明星宝宝们 都要被后期哥哥喊惨了 话说 为什么这任秀里 有些嘉宾 总是特别容易吵日话题呢 因为节目组在最初选人欢节 就开始蓄谋了 负责宣服校子 主要制作的韩国著名电视人 金荣熙说 起初初方人员给他推荐 二三十位明星 亲自办法后 最终敲定了六位 选择标准 一 个性是否鲜明 二 是否善于表现自己 三 尽量挑选一些 颜值较高的爸妈 这里面不就是正爽和爽霸吗 如今的爽霸 因为帅气的外形 和开朗的性格 都成了新一代的网红了呢 像这样的标准 几乎适用于所有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选了张汉 控制欲强 沟通力不足 还时刻背着偶像包袱 纷纷秒秒都要帅帅的 这个毫不费力 就成了网友的吐槽焦点 花样姐姐里 送单单话里话外 都是段子 有她还出没话贴 全国人民热爱的白云大妈 有干女儿这事 你知道吗 想了解就看江言吧 大熊系腰长腿 纷纷中秒杀智林姐姐 花笑第一季 许青不后群的性格 也给节目带来了些许看点 到了第二件 只肠子宁静 又被隶属种种恶心 在这个CP横行的时代 应被段也成了真人秀的 一大爱好 郑爽景不然成了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志玲老婆 贝贝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杨杨陈一涵姐弟配 宋男男聪和黑蕊姜言 俊男美女杨洋眼就散了 可这CP方已经刮歪了 郑爽工作室 砍杀妇女CP 宣布小子光威 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清倒吸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真人秀 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怎么拧巴怎么来 你说我就让你吃 你做我就故意让你闹 你谈恋爱 我就想办法让你自爆 这综艺节目的矛盾出突 都要追上电视剧了 既然真人秀的真是真实 人是和线 那么少一点套路 多一些真诚 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样子呢 最近林雨儿的新剧正在热播 她的一系列艺人模范标准 也是广为流传 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 一会儿所长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最近桂圈也出了很多 让人不可思议的黑料 让人也知道 什么叫两副面孔 要想做明星 还是得先学会怎么做人 看看人家女儿 不仅有着轻视美颜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人格魅力 不是有那句话那么说来着吗 好看就行呀 不是废侠 不是林雨 她叫林雨儿 她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 当家小花 她也是最近热播的大雷剧 武神罩子隆中 这场所长继续追下去的人气搭档 在剧中 林雨儿饰演 既救到了英雄又卖得了萌的 古代白富美夏侯轻衣同学 在昨晚播出剧中 出出忙碌的赵子龙 一路闯关打boss 最大的难关就来自轻易的捉弄 嬉笑大闹之中 逆间宠溺互动 献煞旁然 男装美气木朗 女装温润淡雅 表情受动 眼神自然 温馨幸幸久年来 武器也是有板有眼 再来看 吃到辣味馒头 以及喝了洗手水的表情 作为一个女偶像来说 吴林林雨儿的演技 基本还在线吧 所长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位毕业于韩国 顶级戏剧表演学府 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的女神 是个全能型女艺人 演得了戏 唱得了歌 当主持人也被评为专业节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她坚持不要翻译 基本求诚用中文作答 表示自己知道花木兰 孙悟空 喜欢看《我们娘穿起》 还会唱TF1S的歌 连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这样的网络用语也会活血活药 遇到粉丝 她不仅会回头出租 还会跟粉丝用中文聊天呢 不仅人品好 衣品也不差 舞台上穿这样 活动上穿这样 袖上穿这样 尽可欲减压正态 腿能眨眼变软眉 散下头发就变成潮流窍icon 说起丸子头就是林家女孩 这么优秀的妹子 怎能叫人不爱 有人吃路边摊是旧号这一口 有人吃路边摊是为了找老公 明星有时也下凡 也嘴馋 今天到底谁才是路边摊代言人 所长来带大家看一看 谁说桂圈里 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大腕 有些人一秒前 还是衣着光纤 谁要在进度前的巨星 一秒后就变成路边摊 大怪朵鱼的吃货 当然了 就算是吃路边摊 也要尽力凹逼格 比如像风飞这样 吃个麻辣烫也必须包场 老板 麻烦你 今天的豆皮粉丝素丸子 被我们承包啦 人潮人好的夜市中 只见一位男子黑黑帽黑口罩 正在一个摊位前 久久不愿离去 身旁大大方方的昆凌 曝光了你的真实身份 结伦啊结伦 大热天你穿成这样 又何必呢 公民老公司聪 最爱带网红来吃路边摊 对此所长想说 司聪老公 你随便丢点钱 就能把这个摊位承包 今晚不仅路边摊是你的 连路边摊老板都是你的 拥挤的街边小店 一头金方的女子 从保姆池下来 叫上一碗混沌 稀溜稀溜吃了起来 手提饼包 小灯限量鞋 更有专车伺候 这位可是把必哥两次 活摄声写在脸上 当然了 国民媳妇海青 可不是穿机弹营 回到人群中 来展现优越感的 所长觉得 他或许只是想来 回味一下 童年时的味道吧 下面是24小时 雨乐热等新闻 看这里就对了 微微一笑很清诚 轻轻一吻 苏有吗 最近剧版微微一笑很清诚 翻拍视频曝光 画面中 在羊羊正爽吻戏的时候 身穿白衣黑扣 饰演肖大神的羊羊 把小手的手牵过来 抱住自己的腰 再环抱对方 Oh baby 抱紧我 清诚苏扎了 另外最近往上海 曝光了一组羊羊古装造型 身穿白袍长发飘飘 听风抚情 清诚一笑 所长觉得 羊羊小哥真是可苦可惊 可帅可萌 难忘满我的人才呀 最近网上晒出 虎哥凌晨五点 吃早饭的样子 貌似是在拍什么广告 无理虎哥吃的是刺身和寿司 据网友爆料 他一口气吃下了五盘 对此所长想说 虎哥是贵车知名吃货 要不是人多 估计吃十盘都没问题 还有明媒九十了 五盘算什么 如果让虎哥坐在自己对面 自己光吃米饭就能吃十碗 看一眼虎哥吃一口饭 这就是传说中的秀色可餐吧 做完虎哥代言网游 大话稀有的一组代言罩 闪亮登场 白少年风度翩翩 神似没长缩 白发剑侠又惹人梦回当年 所有造型中 唯一造人吐槽的是这张 熟悉又陌生的空气汤 露出的金灵壁 凌空飘扬的斗篷 还有那把爵士好剑 话说 虎哥你靠死不惊云干嘛 看小徒以为是和人都好嘛 不过我哥各种造型都能好处 简直是一个人能演完一部戏的节奏啊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演戏 即便专业运校毕业 要经历实战的打磨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少不了被导演偷骂 拍色界时 因为拼拼恩妻 连安曾当场变脸大骂汤围 正爽在拍摄一起来看流星雨时 因为晚戏经验不足 气得导演当场发飙 虎哥在拍《仙剑七号传》时 也曾因为不太专业的表演 遭到导演臭骂 姚承在拍《武林外传》时 经常找不到人物感觉 被上进骂得狗血喷头 拍《恶魔》在身边时 杨成林也因为一场哭泣 半天酝酿不出眼泪 遭导演林何龙以三字心痛骂 欲不拙不成妾 所长倒是觉得 作为彼时刚说到的亲人 被骂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的 近日范围兵出席某代言活动 与左右老板热聊 只见他机车品音配高炸裙帅气失足 还露出白心眉腿 昨天 凌晨一件白色短裤 配马甲现身真人秀节目发布会 穿着十分清爽 在看片环节 凌晨一改淑女形象 趴着人唱背上笑得前仰后合 不时还肚子卖忙十分可爱 近台湾媒体报道 徐尔轩和老公李云峰 最近去墨尔本度蜜月 李峰接近安排浪漫晚餐 在35层高楼餐厅美景下 品尝海鲜和白酒畅聊人生 月前 刘涛与儿女现身机场后级大厅门前 刘涛帮着女儿扎辫子 辫子三号后 女儿蹦蹦跳跳跑进大厅内 十分活泼可爱 刘涛在后面赶忙追上 随后领着儿女离开 最近温闭霞现身某活动 只见五十岁的他身材浇好容颜一较 昨天郭碧婷晒出一组自己的美照 并写道 假装在度假 照片中 郭碧婷竖着蚊子头 画着精致的妆容 手拿鲜花对镜头 大白妩媚性感的动作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今晚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癖好呢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互动 就有机会得到 神秘礼物哦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啦 到底烤冷面和麻辣烫 谁是路边摊之王呢 一会儿摇摇 我要去品鉴一下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们不要被他们的名字所欺骗了呀 主要还是看剧本 雪峰笑死即将迎来大解决 可这本意主打笑道的节目 却被郑爽不吃饭 郑爽妇女闯架 郑爽欲推出娱乐圈 心力不健康等磁力话题承包啦 于先想干个成人版的爸爸去哪儿 结果活活播成了拧巴闺女和无奈老爸 人家粉丝不干啦 直至节目组以神学集断章取业 身上把爽妹子逼成话题单单 走过现在乌泱乌泱的真人笑 几乎都走上了故事不够好奇葬 热思话题都能有的路线 小爽心力是否健康先不说 这些节目可是患了通病 急需治疗啦 客机病人一号当属选风笑死 好多质疑都有剪辑而来 最大的槽点就是六子家庭的露脸市场很不均约 据其中一期节目统计 黄晓明共出场30分钟 曹哥24分钟 芭贝尔10分钟 郑爽8分钟 杜唇4分钟 陈巧恩3分钟 其中郑爽和杜唇的内容还有重复的 杜唇和持牛恩似乎只存在预告片里 刷新了真人秀常驻嘉宾的最低出镜率记录 郑爽粉丝更是抗议节目组 总是截取人家父女俩吵架片段 需以放大郑爽性格的偏执部分 在搜索引擎输入郑爽和薛夫教祖有关的新闻通稿数据 数量就是其他几位嘉宾的十倍之多 节目宣传点也偏离笑道 专听个人 连郑爽吃肉了都能登上热搜 可怜小爽明明不会作息的呀 与他同名相连的 还有花药姐姐第一季的宋茜 在韩国发展时 明明是今天一夜要爱照顾人的大姐姐 回国综艺首校 就成了公主病传身的坏脾气 负责节目里作的那部分 同桌的还有我们相爱把第二季中的李茜 刚播两期就被她叫林云儿 她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当家小花 她也是最近热播的大雷剧 《武神赵子龙》中 这场所长继续追下去的人气搭档 在剧中 林云儿饰演 既救到了英雄又卖得了萌的 古代白富美夏侯轻衣同学 在昨晚播出剧中 逐出忙碌的赵子龙一路闯关打boss 最大的难关却来自轻易的捉弄 嬉笑大闹之中 逆间宠逆互动献煞旺然 谁 放开我 想怎么样 谁 放开我 我的剑呢 你想怎么样 男装煤气木朗 女装温润淡雅 表情受动眼神自然 温戏兴朽年来 武器也是有板有眼 再来看吃到辣味馒头 以及喝了洗手水的表情 作为一个女偶像来说 《武林云女儿》的演技 基本还在线吧 所长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位毕业于韩国顶级戏剧表演学府 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的女神 是个全能型女艺人 演得了戏唱得了歌 当主持人也被评为专业节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她坚持不要翻译 基本求成用中文作答 表示自己知道花木兰孙悟空 喜欢看《武美娘穿起》 还会唱TF-8S的歌 连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这样的网络用语也会活血活药 遇到粉丝 她不仅会回头出租 还会跟粉丝用中文聊天 不仅人品好 衣品也不差 舞台上穿这样 活动上穿这样 袖条上穿这样 尽可欲减压正态 腿能眨眼变软眉 三下头发就变成潮流翘icon 说起丸子头就是临家女孩 这么优秀的妹子 怎能叫人不爱 有人吃路边摊是旧号这一口 有人吃路边摊是为了找老公 明星有时也下凡也嘴馋 今天到底谁才是路边摊代言人 所长来带大家看一看 谁说桂圈里 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大腕 有些人一秒前 还是一着光鲜 谁要在进度前的巨星 一秒后就变成路边摊 大怪朵鱼的吃货 当然了 就算是吃路边摊 也要尽力凹逼格 比如像风飞这样 吃个麻辣烫也必须包场 曾当场面脸大马汤围 正爽的拍摄 一起来看流星雨时 因为晚戏经验不足 气得导演当场发飙 虎哥在拍《仙剑奇妙传》时 也曾因为不太专业的表演 遭到导演臭骂 姚承在拍《武林外传》时 经常找不到人物感觉 被上进骂的狗血喷头 拍《恶魔》在身边时 杨承林也因为一场哭泣 半天酝酿不出眼泪 遭导演李和龙以三次心痛骂 欲不拙不成妾 所长倒是觉得 作为彼时刚说到的新人 被骂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呢 近日泛民兵出席某代言活动 与左右老板热聊 只见他机车品 配高炸裙帅气失足 还露出百姓美腿 昨天 凌晨一件白色短裤 配马甲现身真人秀节目发布会 穿着十分清爽 在看片环节 凌晨一改淑女形象 趴正人状背上笑得前仰后合 不时还肚贼卖忙 十分可爱 近日台湾媒体报道 徐尔轩和老公李云峰 最近去墨尔本度蜜月 女方激情安排浪漫晚餐 在35层高楼餐厅美景下 品尝海鲜和白酒 畅聊人生 月前 刘涛与儿女 现身机场后级大厅门前 刘涛包着女儿扎辫子 辫子三号后 女儿蹦蹦跳跳跑进大厅内 十分活泼可爱 刘涛在后面赶忙追上 随后领着儿女离开 最近温闭霞现身某活动 直见五十岁的他 身材娇好容颜一觉 昨天郭碧婷写出一组 自己的美照并写道 假装在度假 照片中 郭碧婷竖着蚊子头 画着精致的妆容 手拿鲜花对镜头 大白妩媚性感的动作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今天问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癖好呢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在于互动就会得到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到底烤冷面和麻辣烫 谁是路边摊之王呢 一会儿摇摇我要去品鉴一下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被黑出降 对魏大勋的花样嫌弃 让他成了节目第一矫情女 可怜的明星宝宝们 都要被后期哥哥汗惨了 话说 为什么这日秀里 有些嘉宾总是特别容易 吵日话听呢 因为节目组 在自出选人话节 就开始蓄谋了 否则宣服秀子 主要制作的 韩国著名电视人 金荣熙说 起初中方人员 给他推荐二三十位明星 亲自办法后 最终敲定了六位 选择标准 一个性是否鲜明 二是否善于表现自己 三尽量挑选一些 颜值较高的爸妈 这里面不就是 正义爽和爽爸吗 如今的爽爸 因为帅气的外形 和开朗的性格 都成了新一代的网红了呢 像这样的标准 几乎适用于所有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选了张汉 控制欲强 沟通力不足 还时刻背着偶像包袱 分分秒秒都要帅帅的 这个毫不费力 就成了网友的吐槽焦点 花样姐姐里 宋单单话里话外 都是段子 有她还愁眉花贴 全国人民热爱的白云大妈 有干女儿这事 你知道吗 想了解就看江言吧 大熊系腰长腿 纷纷中秒杀智琳姐姐 花笑第一季 许晴不后群的性格 也给节目带来了些许看点 到了第二季 只肠子宁静 又被隶属种种恶心 在这个CP横行的时代 硬被断也成了真人秀的一大爱好 郑爽景不然成了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智琳老婆 卑鄙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羊羊成义涵姐弟配 宋丹丹聪合 黑蕊姜言 巨男美女羊羊眼就散了 可这CP方已经刮歪了 正爽工作室 砍刷妇女CP 宣布小子光威 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尽 倒吸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真人秀 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 怎么拧巴怎么来 你说我就让你吃 你做我就故意让你闹 你谈恋爱 我就想办法让你自爆 这综艺节目的 矛盾出突 都要追上电视剧了 既然真人秀的真是真实 仍是核心 那么少一点套路 多一些真诚 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样子呢 最近林羽儿的新剧正在热播 她的一系列艺人模范标准 也是广为流传 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 一会儿所长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最近贵圈也出了很多 让人不可思议的黑料 让人也知道 什么叫两副面孔 要想做明星 还是得先学会怎么做人 看看人家羽儿 不仅有着轻视美颜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人格魅力 不是有那句话那么说来着吗 好看就行呀 不是废侠 不是林羽 老板 麻烦你 今天的豆皮粉丝素丸子 被我们承包啦 人潮人好的夜市中 只见一位男子 黑衣黑帽 黑口罩 正在一个摊位前 九九不愿离去 身旁大大方方的昆凌 曝光了你的真实身份 结伦啊结伦 大热天 你穿成这样 又何必呢 公民老公司聪 最爱带网红来吃路边摊 对此所长想说 司祖老公 你随便丢点钱 只能把这个摊位承包 今晚不仅路边摊是你的 连路边摊老板都是你的 拥挤的街边小店 一头金方的女子 从保姆池下来 叫上一碗混沌 稀溜稀溜吃了起来 手提饼包 小灯限量鞋 更有专车伺候 这位可是把必哥两次 活摄声写在脸上 当然了 国民媳妇海青 可不是穿机弹营 回到人群中 来展现优越感的 所长觉得 她或许只是想来 回味一下 童年时的味道吧 下面是24小时 雨乐热等新闻 看这里就对了 微微一笑很清诚 轻轻一碗 苏要吗 最近剧版 微笑很清诚 泛拍视频曝光 画面中 在羊羊正爽吻戏的时候 身穿白衣黑扣 饰演肖大神的羊羊 把小爽的手牵过来 抱住自己的腰 再环抱对方 Oh baby 抱紧我 清诚苏照啦 另外最近网上 还曝光了一组 羊羊古装造型 身穿白袍 长发飘飘 听风抚琴 清诚一笑 所长觉得 羊羊小哥 真是可苦可惊 可帅可忙 能玩玩我的人才呀 最近网上帅出 虎哥凌晨5点 吃早饭的样子 貌似是在拍什么广告 无理虎哥吃的是 刺身和寿司 据网友爆料 他一口气吃下了午盘 对此所长想说 虎哥是贵车知名吃货 要不是人多 估计吃吃饭都没问题 还有明媒就说了 午盘算什么 如果让虎哥坐在自己对面 自己光吃米饭就能吃十碗 看夜虎哥吃一口饭 这就是传说中的秀色可餐吧 做完虎哥代言网游 大话西游的一组代言罩 善良登场 白少年风度翩翩 神似没长缩 白发剑侠又惹人梦回当年 所有造型中 唯一造人吐槽的是这张 熟悉又陌生的空气汤 露出的精灵壁 凌空飘扬的斗篷 还有那把绝世好剑 话说 虎哥你靠死不惊云干嘛 看小徒以为是和润都好嘛 不过我哥各种造型都能hold住 简直是一个人能演完一部戏的节奏啊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演戏 即便专业运校毕业 要经历实战的打磨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少不了被导演偷骂 拍色戒时 因为拼品恩妻 功力不足 还时刻背着偶像包袱 分分秒秒都要帅帅的 这个毫不费力就成了网友的吐槽焦点 花样姐姐里送她单 话里话外都是段子 有她还出没话贴 全国人民热爱的白云大妈 有干女儿这事儿 你知道吗 想了解就看江炎吧 大熊系腰长腿 分分钟秒杀智琳姐姐 花笑第一季 许晴不后群的性格 也给节目带来了些许看点 到了第二季 只肠子宁静 又被隶属种种恶心 在这个CP横行的时代 硬配段也成了真人秀的一大爱好 郑爽竟不然成了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智琳老婆 卑鄙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杨杨诚涵 姐弟配 宋男男聪和黑蕊江炎 俊男美女仰仰眼就散了 可这CP风已经刮歪了 郑爽工作室砍刷妇女CP 宣布小子光威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清倒吸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真人秀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怎么拧巴怎么来 你说我就让你吃 你做我就故意让你闹 你谈恋爱我就想办法让你刺爆 这综艺节目的矛盾出突 都要追上电视剧了 既然真人秀的真是真实 人是和线 那么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 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样子呢 最近林雨儿的新剧正在热播 她的一系列艺人模范标准也是广为流传 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 一会儿所长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最近桂圈也出了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黑料 让人也知道什么叫两副面孔 要想做明星 还是得先学会怎么做人 看看人家雨儿 不仅有着轻视美颜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人格魅力 不是有那句话那么说来着吗 好看就行呀 不是废侠不是林雨 她叫林雨儿 她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当家小花 她也是最近热播的大雷剧 《武神赵子龙》中 这场所长继续追下去的人气搭档 在剧中 林雨儿饰演 既救到了英雄又卖得了萌的 古代白富美夏侯轻衣同学 在昨晚播出剧中 逐出茅庐的赵子龙 一路闯关打boss 最大的难关却来自轻易的捉弄 嬉笑大闹之中 逆间宠溺互动献煞旺然 谁 放开我 想怎么样 谁 放开我 我的剑呢 你想怎么样 男装美气木朗 女装温润淡雅 表情受动 眼神自然 文姓信久年来 武器也是有版有眼 再来看吃到辣味馒头 以及喝了洗手水的表情 作为一个女偶像来说 无理女女儿的演技 基本还在线吧 所长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位毕业于韩国顶级戏剧表演学府 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的女神 是个全能型女艺人 演得了戏 唱得了歌 当主持人也被评为专业级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她坚持不要翻译 基本求诚用中文作答 表示自己知道花木兰孙悟空 喜欢看五妹娘穿起 还会唱TFBOYS的歌 连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这样的网络用语也会活学活用 遇到粉丝 她不仅会回头出租 还会跟粉丝用中文聊天呢 大妈有干女儿这事 你知道吗 想了解就看江言吧 大熊系腰长腿 纷纷纷秒杀智琳姐姐 花笑第一季 许晴不后群的性格 也给节目带来了些许看点 到了第二季 只肠子宁静 又被隶属种种恶心 在这个CP横行的时代 硬配段也成了真人秀的一大爱好 郑爽竟不然成了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智琳老婆 贝比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杨杨陈一涵姐弟配 宋丹丹聪和黑蕊姜言 巨男美女杨杨眼就散了 可这CP方已经刮歪了 郑爽工作室砍杀妇女CP 宣布小子光薇 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尽道歇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正人秀 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怎么拧巴怎么来 你说我就让你吃 你做我就故意让你闹 你谈恋爱 我就想办法让你自爆 这综艺节目的矛盾出突 都要追上电视剧了 既然真人秀的真是真实 人是和线 那么少一点套路 多一些真诚 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样子呢 最近林雨儿的新剧正在热播 她的一系列艺人模范标准 也是广为流传 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 一会所长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最近桂圈也出了很多 让人不可思议的黑料 让人也知道 什么叫两副面孔 要想做明星 还是得先学会怎么做人 看看人家雨儿 不仅有着轻视美颜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人格魅力 不是有那句话那么说来着吗 好看就行呀 不是废侠 不是林雨 老板 麻烦你 今天的豆皮粉丝素丸子 被我们承包啦 人潮人好的夜市中 只见一位男子 黑衣黑帽 黑口罩 正在一个摊位前 球球不愿离去 身旁大大方方的昆灵 曝光了你的真实身份 结伦啊结伦 大热天 你穿成这样 又何必呢 公民老公司聪 最爱带网红来吃路边摊 对此所长想说 司祖老公 你随便丢点钱 只能把这个摊位承包 今晚不仅路边摊是你的 连路边摊老板都是你的 拥挤的街边小店 一头金方的女子 从保姆池下来 叫上一碗混沌 稀溜稀溜吃了起来 手提饼包 脚灯限量鞋 更有专车伺候 这位可是把逼哥了字 活摄声写在脸上 当然了 国民媳妇海青 可不是穿机弹营 回到人群中 来展现优越感的 所长觉得 她或许只是想来回味一下 童年时的味道吧 下面是24小时 雨热热的新闻 看这里就对了 微微一笑很清诚 轻轻一吻 苏要吗 最近剧版微微一笑很清诚 泛拍视频曝光 画面中 在羊羊正爽吻戏的时候 身穿白衣黑裤 饰演肖大神的羊羊 把小爽的手牵过来 抱住自己的腰 再环抱对方 Oh baby 抱紧我 清诚苏账了 另外最近网上还曝光了一组 羊羊古装造型 身穿白袍长发飘飘 听风抚琴 清诚一笑 所长觉得 羊羊小哥真是可苦可惊 可帅可忙 能玩玩我的人才呀 最近网上帅出虎哥 凌晨五点吃早饭的样子 貌似是在拍什么广告 无理虎哥吃的是刺身和寿司 据网友爆料 他一口气吃下了午盘 对此所长想说 虎哥是贵车知名吃货 要不是人多 估计吃吃版都没问题 还有名媒既有说了 午盘算什么 节目宣传点也偏离笑道 专听个人 连郑爽吃肉了都能登上热骚 可怜小爽明明不会作息的呀 与他同名相连的 还有花药姐姐第一季的送签 在韩国发展时 明明是今天一夜 要爱照顾人的大姐姐 回国综艺首校 就成了公主病缠身的坏脾气 负责节目里作的那部分 同桌呢 还有我们相爱把第二季中的李倩 刚播两期就被她叫林隐儿 她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当家小花 她也是最近热播的大雷剧 武神赵子龙中 这场所长继续追下去的人气搭档 在剧中林隐儿饰演 既救到了英雄又卖得了萌的 古代白富美夏侯金一同学 在昨晚播出剧中 出出忙碌的赵子龙 一路闯关打boss 最大的难关就来自轻易的捉弄 嬉笑大闹之中 逆间宠溺互动献煞旁然 谁 放开我 想怎么样 谁 放开我 我的剑呢 你想怎么样 男装煤气木朗 女装温润淡雅 表情受动 眼神自然 温戏信雄年来 武器也是油板油眼 再来看吃到辣味馒头 以及喝了吸收水的表情 作为一个女偶像来说 无理女儿的演技基本还在线吧 所长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位毕业于韩国顶级戏剧表演学府 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的女神 是个全能型女艺人 演得了戏唱得了歌 当主持人也被评为专业级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她坚持不要翻译 基本求成用中文作答 表示自己知道花木兰孙悟空 喜欢看《我们娘穿鞋》 还会唱TFBOYS的歌 连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这样的网络用语也会活学活用 遇到粉丝 她不仅会回头出足 还会跟粉丝用中文聊天呢 不仅人品好 衣品也不差 舞台上穿这样 活动上穿这样 袖条上穿这样 尽可预解压正态 会能眨眼变软眉 散下头发就变成潮流窍icon 说起丸子头就是邻家女孩 这么优秀的妹子 怎能叫人不爱 有人吃路边摊是旧号这一口 有人吃路边摊是为了找老公 明星有时也下凡也嘴馋 今天到底谁才是路边摊代言人 所长来带大家看一看 谁说桂圈里 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大腕 有些人一秒前还是一爪光鲜 谁要在进度前的巨星 一秒后就变成路边摊 大快朵鱼的吃货 当然了 就算是吃路边摊 也要尽力凹逼格 比如像风飞这样 吃个麻辣烫也必须包场 曾当场面脸大马汤围 正爽在拍摄一起来看流星雨时 因为婉戏经验不足 记得导演当场发飙 胡歌猛能玩玩我的人才呀 最近网上摔出 虎哥凌晨5点吃早饭的样子 貌似是在拍什么广告 无理虎哥吃的是刺身和寿司 据网友爆料 他一口气吃下了午盘 对此所长想说 虎哥是贵车知名吃货 要不是人多 估计吃吃盘都没问题 还有明卖酒说了 午盘算什么 如果让虎哥坐在自己对面 自己光吃米饭就能吃吃碗 看夜胡歌吃一口饭 这就是传说中的秀色可餐吧 昨晚胡歌代言网游 大话稀有的一组代言罩 善良登场 白少年风度翩翩 神似没长缩 白发剑侠又惹人梦回当年 所有造型中 唯一造人吐槽的是这张 熟悉又陌生的空气汤 露出的精灵壁 凌空飘扬的斗篷 还有那把绝世好剑 话说 胡歌你靠死不惊云干嘛 看小徒以为是和人都好嘛 不过我哥各种造型都能好处 简直是一个人能演完一部戏的节奏啊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演戏 即便专业运校毕业 要经历实战的打磨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少不了被导演偷骂 拍色界时 因为拼拼恩妻 连安曾当场变脸大骂汤围 正爽在拍摄一起来看流星雨时 因为晚戏经验不足 气得导演当场发飙 胡歌在拍《仙剑七号传》时 也曾因为不太专业的表演 遭到导演臭骂 姚承在拍《武林外传》时 经常找不到人物感觉 被上进骂得狗血喷头 拍《恶魔》在身边时 杨成林也因为一场哭泣 半天酝酿不出眼泪 遭导演林和龙以三字心痛骂 欲不拙不成妾 所长倒是觉得 作为彼时刚说到的亲人 被骂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的 近日范围兵出席某代言活动 与左右老板热聊 只见他机车品音配高炸裙帅气失足 还露出白心眉腿 昨天 凌晨一件白色短裤 配马甲现身真人秀节目发布会 穿着十分清爽 在看片环节 凌晨一改淑女形象 趴着原唱背上笑得前仰后合 不时还肚子脉盲 十分可爱 近日台湾媒体报道 徐瑞轩和老公李云峰 最近去摩尔本度蜜月 李云峰接近安排浪漫晚餐 在35层高楼餐厅美景下 品尝海鲜和白酒畅聊人生 月前 刘涛女儿女现身机场 后级大厅门前 刘涛帮着女儿扎辫子 辫子三号后 女儿蹦蹦跳跳跑进大厅内 十分活泼可爱 刘涛在后面赶忙追上 随后领着儿女离开 最近温闭霞现身某活动 只见五十岁的他 身材娇好容颜一较 昨天郭碧婷写出一组自己的美照 并写道 假装在度假 照片中 郭碧婷竖着蚊子头 画着精致的妆容 手拿鲜花对镜头 大白妩媚性感的动作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今晚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癖好呢 我喂娱乐 不看你就out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到底烤冷面和麻辣烫 谁是路边摊之王呢 一会儿摇摇我要去品鉴一下了 拜拜 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志玲老婆 贝比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杨杨陈亿涵姐弟配 宋男男聪和黑蕊姜妍 俊男美女杨杨眼就散了 可这CP风已经刮歪了 正爽工作室看啥妇女CP 宣布小子光威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清倒吸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正人笑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怎么拧巴怎么来 你说我就让你吃 你做我就故意让你闹 你谈恋爱我就想办法让你自爆 这综艺节目的矛盾出突都要追上电视剧了 既然真人秀的真是真实 人是和线 那么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 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样子呢 最近林语儿的新剧正在热播 它的一系列艺人模范标准也是广为流传 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一会所长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最近贵圈也出了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黑料 让人也知道什么叫两副面孔 要想做明星还是得先学会怎么做人 看看人家女儿不仅有着轻视美颜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人格魅力 不是有那句话那么说来着吗 好看就行呀 不是废侠不是林语 她叫林语儿 她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当家小花 她也是最近热播的大雷剧《武神赵子龙》中 这场所长继续追下去的人气搭档 在剧中林语儿饰演 既救到了英雄又卖得了萌的 古代白富美夏侯轻衣同学 在昨晚播出剧中 出出茅龙的赵子龙一路闯关打boss 最大的难关却来自轻易地捉弄 嬉笑大闹之中 逆间宠逆互动献煞旁然 谁 放开我 想怎么样 谁 放开我 我的剑呢 你想怎么样 男装美气木朗 女装温润淡雅 表情受动眼神自然 温戏性久年来 武器也是有板有眼 再来看吃到辣味馒头 以及喝了吸收水的表情 作为一个女偶像来说 无理女女儿的演技基本还在线吧 所长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位毕业于韩国顶级戏剧表演学府 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的女神 是个全能型女艺人 演得了戏唱得了歌 当主持人也被评为专业级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她坚持不要翻译 基本求成用中文作答 表示自己知道花木兰孙悟空 喜欢看吴妹娘穿起 还会唱TFBOYS的歌 连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这样的网络用语也会活血活药 遇到粉丝 她不仅会回头出租 还会跟粉丝用中文聊天呢 不仅人品好 衣品也不差 舞台上穿这样 活动上穿这样 袖角上穿这样 尽可预解压正态 腿能眨眼变软眉 散下头发就变成乔鲁翘Icon 说起丸子头就是邻家女孩 这么优秀的妹子 怎能叫人不爱 有人吃路边摊 是旧号这一口 有人吃路边摊 女方接近安排浪漫晚餐 在35层高楼餐厅美景下 品尝海鲜和白酒 畅聊人生 月前 刘涛与儿女先吃机场 后级大厅门前 刘涛帮着女儿扎辫子 辫子三号后 女儿蹦蹦跳跳跑进大厅内 十分活泼可爱 刘涛在后面赶忙追上 随后领着儿女离开 最近温闭霞先生某活动 只见五十岁的她 身材娇好容颜一较 昨天郭碧婷 摄出一组自己的美照 并写道 假装在度假 照片中 郭碧婷竖着蚊子头 画着精致的妆容 手拿鲜花对镜头 大白妩媚性感的动作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今天问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癖好呢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在于互动就会得到 神秘礼物哦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到底烤冷面和麻辣烫 谁是路边摊之王呢 一会儿摇摇我要去品鉴一下啦 拜拜 被黑出墙 对魏大薰的花样嫌弃 让他成了节目第一矫情女 可怜的明星宝宝们 都要被后期哥哥汗残啦 话说 为什么这日秀里 有些嘉宾总是特别容易 吵日话题呢 因为节目组 在自出选人话节 就开始蓄谋啦 负责炫富孝子 主要制作的韩国著名电视人 金荣希说 起初中方人员给他推荐 二三十位明星 亲自办法后 最终敲定了六位 选择标准 一个性是否鲜明 二是否选于表现自己 三尽量挑选一些 颜值较高的爸妈 这里面不就是正爽和爽爸吗 如今的爽爸 因为帅气的外形 和开朗的性格 都成了新一代的网红了呢 像这样的标准 几乎适用于所有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选了张汉 控制欲强 沟通力不足 还时刻背着偶像包袱 分分秒秒都要帅帅的 这个毫不费力 就成了网友的吐槽焦点 花样姐姐里 送她单话里话外 都是段子 有她还出没话贴 全国人民热爱的白云大妈 有干女儿这事 你知道吗 想了解就看江言吧 大雄系腰长腿 分分钟秒杀智琳姐姐 花笑第一季 许清不后群的性格 也给节目带来了些许看点 到了第二季 只肠子宁静 又被隶属种种恶心 在这个CP横行的时代 应配段也成了 真人秀的一大爱好 郑爽景不然成了正经夫妇 李志廷叫林志玲老婆 贝比和郑凯是音频情侣 杨杨陈一涵姐弟配 宋丹丹聪和黑蕊姜严 巨男美女杨杨眼就散了 可这CP风已经刮歪了 郑爽工作室砍杀妇女CP 宣布小子光威 用了三对情侣母子这样的字眼 所长不尽 道歇一口冷气 这样写真的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许多真人秀 是有剧本有人设的 剧情也是怎么拧巴 怎么来